大家好,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呢,为大家分享一个拍打我们的锅窝 锅窝是在我们的膝盖后侧 也就是膝盖窝后面 况且锅窝这里还有一个尾中 有句话叫腰背尾中球 也就是说你的膝盖痛,腰痛,背痛,颈椎颈向疼痛的 都可以来拍打我们膝盖后面的锅窝 下面我为大家讲解和示范 拍打锅窝呢,首先把手呢,放在我们腰这里 好,扶着腰,然后慢慢的弯下来 弯到手能摸到膝盖后面以后呢,进行拍打 好,然后开始 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八,九 拍打完了以后呢,再慢慢的手扶着你的腿站起来 好,我这是给大家示范 大家练习的时候呢,可以多做,多49次 一定要按我说的,把手呢,先放在你的腰上 慢慢的弯下来,再进行拍打 好,这样干啥? 防止你有一些人的腰比较僵硬,腰不舒服 轻轻的一下子弯下来,可能受伤了 是不是,我们锻炼是为了让身体变得更好 这个锅呢,也是属于拍拔育虚的一个部位 好,这个动作呢,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想学习更多的养成运动 可以点击左上角,关注我 谢谢